我给你妈打个电话吧 别呀 别让老人家着这份急 我跟我妈说了 说跟你在一起 我妈说 跟你在一起就行 晚上不回来都行 我妈还说呀 说猪你那儿也都行 讨厌货 电话号码是多少 喂 阿姨 我是阿琴啊 我现在跟王老师在一块呢 我们俩现在在医院 王老师不小心摔了一跤 不过他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医生都给他检查了 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放心吧 对 你现在要过来呀 别让妈来 我们现在在细菌医院 别让妈来 补科急诊 好的 你路上小心 注意安全啊 别让妈 好 好 就别让我妈来就行了 有你在就行了 行 行 行 一会儿你妈过来了 我就先走了 你别走 我现在不走 等你妈来了 我就走好吗 你一走我就疼了 那我在这儿你就不疼了 你在这儿我就不疼了 那我又不是麻药 你就是我的麻药 抽上了 这儿腿多了 给捏了下来 我妈的 喂 领导 我今天上午请个假 我难受 我没发生 我干不了活了 好好好 就一个上午啊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喂 喂 喂 你怎么关机了 你现在还在医院吗 那王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好 看来要得亲自跑一趟 伯母 在这儿呢 伯母 您是 她是阿琴的妈 对 你好 你好 你是我妈 你好 你好 快坐坐坐 坐 快坐下 真是要谢你了 表远了还跑过来 真是 你说这是 怎么怎么回事的 伤 伤这么厉害啊 多磨 慢点 慢点 是这样啊 我骑了小单车啊 就追阿琴 我是提醒她啊 安全第一 其他第七 结果呢 我趴那儿了 我再不注意安全了 这都 都伤在什么地方呢 这儿啊 就啊 就那腿 那腿 关节 还有在那胳膊 那肩膀那儿 这都不能摸 都是血 摸就疼 那那 伤得这么严重啊 是啊 是 是 是 阿琴 给你送到这儿来的 是阿琴给我送到这儿 她呀 昨天晚上在这儿 吃了一碗上班 今儿早上 我看到太困了 就让她回去了 说阿琴这孩子 真是太让我操心了 你别说她了 你别难过啊 我不能了 我回去是批评她 您别批评她 你们俩也是的 这都多的岁数了 三岁还以为 四十多了 是啊 你说还让 我们这些当妈的操心 你说我们要操到什么时候 你一提起这个呀 我这一辈子 为了她 这把心都给操碎了 四十岁了 不结婚 你说这让我多着急啊 伯母 我为什么不结婚呢 没合适的 是不是 这上帝都知道我 让我等着阿琴 我这年轻手挂 把她拉扯大 这我容易吗 都到这岁数了 现在连个孙子都没抱上 您也真是不容易啊 建国啊 挺不错的 我一见到他 我就挺喜欢他的 我一见到您 我就喜欢您 你喜欢我们家建国 那可太好了 太好了 我也喜欢你家阿琴 那我第一次看见阿琴呀 我就感觉 她就是我儿媳妇了 咱们俩的感觉 真是一样的 真实 来 来 来 天啊 你这事不得不见了 好 没见了 喂 是 我刚到实验室 什么事啊 好 谢谢 回来 我来 我来 这 好 什么事啊 上车再说呗 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喂 阿琴吗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我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样啊 人家可是为你摔的 你把人家一个人 扔在医院你就不管了 你上班没时间 你下班总有时间吧 我跟你说啊 你必须去 骗呗 烦死了 你说你惹他干吗 你为什么要惹他 你为什么要惹他呀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就能不去 现在医院没有一个人照顾他 就得你去 难道我天真就是一个 照顾男人的命吗 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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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出院了 阿琴也不来接我 打电话他也不接 他不来就不来呗 你也就别着急了 那肯定是人家没看上你呗 你算了吧 感情这事呀 是强求不得的 那我要是看上他呢 这强扭的刮不舔 就你这一投入了 没用啊 孩子 我就不信 强扭的刮不舔 这回我就强扭他 姐 那个王建国是不是追你啊 你的命可真好 还有人追 我都闲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来追我呀 你小点声 干吗老跟我比呀 我不跟你比跟谁比呀 咱们部门就咱们两个女的 你没人追也没人烦 我还羡慕你呢 真的假的呀 你找我来 到底什么事啊 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说 进去再说 好吗 好 这里就是客厅了 我用了你最喜欢的米色 好 后面有一个大院子 可以养一些花啊 草啊什么的 还可以养猪养牛吧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请坐吧 坐会儿 来 你怎么这么客气 找我什么事呢 先喝点水 给 来 来 花琴 下班了 我送你回家 我自己有车不用你送 那你送我回家 我没车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跟你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咱俩哪儿哪儿都合适 你看我是老师 你是厨师 咱俩都是狮子辈的 我四十二里三十九 多合适啊 女大三抱金砖 男大三赛老虎 我 我警告你 站好了 能别动吗 喝了肝红了 我现在开车走了 你不要骑车追我 你喝了酒更不能跟着我 对不对 对 不然你摔成什么样 我也不会管你 你要是不怕疼的话 走 走 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天 我这么忙就找我来聊天 算了吧 我还是 你听我说 你知道吗 这栋大房子 就是我的梦想 从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开始 我就一直梦想着 想拥有一套像这样的 大的房子 我甚至觉得 这是我的终极理想 可是一年一年的打工生活 让我渐渐有点绝望了 租地下室 跟别人合租 每天骑公交车 或者是地铁上下班 每个月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吃个头 不是每一个女孩子 一开始就想靠男人生活的 她们也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拼搏 去努力 去挣钱 然后拥有自己最浪漫的爱情 可生活太现实了 真的要靠自己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拥有 像这样的一个家 当我得到这栋别墅之后 我以为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终极理想 可是后来发现我错了 我住在这栋大房子里 我不但没有感受到快乐 我相反的还觉得我非常地孤独 前所未有的孤独 也许是这栋大房子 放大了我的孤独 我才真正地明白 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呢 一个家 而不是一个空房子 这个家里 应该有丈夫 有孩子 一家三口信信服服 快快乐乐地生活 这才是一个家 否则它就是一个水泥盒子 对吗 老公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 无法挽回的措施 但我自从离开你之后 我才真正明白 我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 也许一开始 我是为了目的 我是为了目的才去接近你 圈住你 让你留在我身边 可是现在我真的发现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真的 我已经爱上你了 老公 我请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我吃饱了 你干吗去啊 路易走走 老公 老公 你怎么啦 好像是因为啊 乔走的事 心情不好 嗯 你们俩也真是的 这么重要的场合 也不打电话把我给叫回来 你工作那么忙 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哪有时间 他会最学心呢 王建国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这么替他说话 不是给我什么好处 我是被他的人品打动 什么人品 不就是帮你收拾个房子 绣个花吗 妈可是为你好 怕你嫁不出去 你看咱们家 全剩下女的了 都是一些女光棍 桃子结婚还早着呢 恐怕我啊 看不见 女光棍怎么了 过得也不比别人差 犯不着为男人操心 不是女人为男人操心 而是男人为女人操心 知道吗 您说的是您这种女人 您是让男人为您操心的 我们不是 我们找男人呢 就只能让我们呀 替男人操心 你们俩说话都太偏激 不能拿筷子吃我妈 我想跟你说 男人呢 也不是用来操心的 也不是用来依靠的 夫妻俩就是搭班过日子 不至于阴阳失衡 要互相依靠 互相操心 懂吗 你吃完了 去看看桃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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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琴 王老师 来 我跟你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两个人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可能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你妈喜欢我 我妈喜欢你 阿桃喜欢我 谁喜欢谁也没用 我不喜欢你 我们两个人能信吗 给我个机会 老天爷都知道我在等你 我的老天爷 不是这个意思 咱俩不是一个老天爷吗 肯定不是 王老师 你别再纠缠我了 这跟你的职业 年龄 身份 都不相符 爱情是不分年龄 职业 身份 哪有爱情 在我心里 王建国请自重 请自重王建国 你好好 建国 快请进吧 请进 坐了 您坐 伯母 你想喝点什么 不用了 伯母 我带了白开水 你的伤好利索了吗 好多了 这段时间呢 我到一个剧组串了个角色 所以一直挺忙的 没去看你 可我说呢 阿琴也没来医院看我呀 他最近吧 她们饭店 那婚宴酒席特别的多 再加上 她们那儿厨师长啊 辞职了 一直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她是代替厨师长在工作呢 忙得要命 所以没去看你 你不要怪她啊 是这样 那她怎么不跟我说呀 她好像一直在生气 我去找她呀 她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一张嘴她就生气 我都不忍心惹她生气 她就是这脾气 刀子嘴 豆腐心 什么刀子嘴 豆腐心 我就喜欢豆腐嘴 豆腐心 好久没按摩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足底 不用 你伤刚好 你还是歇着吧 没事 我有力气 不用不用 好久没收拾屋子了吧 我去给您收拾屋子 不用 不不 回头我叫小事工来扫就行了 我比小事工干得细腻 你歇着 你歇着啊 来 来 喂 阿琴啊 我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这个王建国吧 还是真喜欢你 你是不是在考虑考虑啊 你看你对他那样 他还这么追你呢 这多不容易啊 他现在正帮我干活呢 特别利器 我都觉得挺可怜的呢 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好好好 我不打扰你了 就这样啊 拜拜 在哪儿呢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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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那帅哥吗 你干吗呀 你神经病了 你不要换痴了呀 你不长得挺帅的吗 你干吗不喜欢人家呀 那你去啊 我才不是那种人 让你不要的给我 那你帮我个忙呗 干吗 把他骗走 为什么要把他骗走 那好出去啊 那你得请我逛街 我还请你吃大餐 法国大餐 连合国大餐都行 好 好 帅哥 我家会 谅女儿 不能摸手 怕琴会妒忌 你过来 我给你回来的事 快快快快 过来 怎么走 什么事啊 你等琴姐啊 对 我家庭下班 那个 你到底喜欢琴姐什么呀 我喜欢她 我一见着她就喜欢她 我见不着她我就想她 我每天都想她 我 我就是想娶她 我这么大年纪 为什么不结婚啊 就是没有遇见合适的 老天爷都是让我等她 你说是吗 是不是 你听没听说过有一句话 就是把这个女人啊 要比做衣服 不是任何牌子的衣服 都适合你穿 阿琴就适合我穿了 这 这感情这个东西 不是你想怎么着 就一定能怎么着的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做什么的呀 我政治老师 难怪 我得知道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见人 人生 相许 不对 那叫问世间情为何物 那其实就是男女互相耽误 明白吗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还有事呢 你说的 有一定的哲理性 通俗易懂 没有哲理 你再给我说说 真的 再说说说说说说 你不能摸我 阿琴会妒忌的 咱就这么说就行了 不摸我 不摸我 你 你真觉得 我说的话有哲理啊 有有有 真是朋友易 易 朋友易得知音难寻 我觉得咱俩挺有缘的 不能笑 看见被吃醋了 看见被吃醋了 听说说说是…… 你不能摸我 这个温度 或者 坏不摸我 所有灵状 都会稍备 没得到 不知道 没得到 老公 来吃饭 你给我送上的 尝尝 都是你爱吃的 都是你做的 对啊 不相信吧 我以为你叫得外外的 我这几天都在厨师学校学习呢 来 快尝尝 你先尝尝这个鱼 好好吃 好 怎么样 这还真有点意思 那你多吃点啊 一个人的变化啊 能够这么大 可可 我问你一个问题 帮你说 你那卧室里边 怎么会摆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啊 我也想摆咱们两个人的合照 但是我发现 咱们两个一张合照都没有 我甚至连你自己单人的照片都没有 老公啊 咱们以后多出去旅旅游 多拍点合照好不好 好啊 你 你 你 姐姐 你 我是阿琴的男朋友 也就是未婚夫 阿琴出去了 伯母在吗 我想跟他聊两句 就两句 看书了 什么书啊 什么书啊 谁啊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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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阿琴吧 是啊 他刚出去 坐吧 伯母 我想跟您聊两句 怎么了 然后回啦 大琴呀 她不理我 可我喜欢她 我就是喜欢她 我一见着她我就喜欢 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不结婚啊 没合适的呀 老天爷 肯定都让我等她 您说是不是伯母 可能是吧 伯母啊 这些日子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是不是得了植物身经紊乱了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噩梦啊 一个接一个呀 再想躺下睡 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就想啊想啊 就是想阿琪 我一想她呀 我这累不上这儿啊 从外方里窝着疼 别提了 您不想您摁一下 现在又开始 那你不是想她 你身内伤还没好呢 反正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要娶她 伯母 我就是要娶她呀 伯母 以后我娶了她以后啊 这屋子啊 我收拾 菜呢 我烧 饭我做 我伺候您 像伺候我妈似的伺候您 我好好地照顾桃子 就像对我女儿似的 那么对待她 我伺候阿琪 我会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我有十八种伺候人的方法 十八种 行行行行 你需要 你有这份心意呀 我就再劝劝她 谢谢你伯母 不用谢 费心了 我是看你挺可怜的 伯母 我呀 都觉着我可惜 伯母 屋子还没收拾她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看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多干净啊 不用收拾 挺干净的 我去擦油烟机 油烟机 我把它拆下了擦擦 您坐 伯母 您坐 杨慧 过来 辛苦了 改天请你吃饭 昨天几点才把她给打发了 她给打发了 姐 我昨天跟那王老师一聊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她真的挺好的 姐 她真的挺好的 因为你是个发痴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我跟她不合适 没对上眼 我觉得挺难忍的呀 那是你看走眼了 你要跟她这人一接触 她这个人 叙叙叨叨 磨磨叽叽 小里小气 反正不像个男人 她更像个女人 这男人像女人 更阴容 现在更时尚啊 我老了 我就不敢去吃毛了 不过你还年轻 如果你那么心仪她 你可以去追她 你说得真假的 还是算了我家伙 我告诉你 她这个人性格有问题 真的 可别欣欣 阿琴姐 我在女人找你 谁找我 我也不认识 高高的 胖胖的 戴眼镜 去吧 人又来了 好 我在这儿 莫好润喉 我就坐在这儿 过来 去哪儿 过来 去哪儿 咱们喝咖啡 我喝白瓶水 去哪儿 小刘 看见这个人了吗 看见了 是她男朋友 不吃 谢谢 不中口 不吃 如果她下次再到咱们酒店来 你一定不能让她进来 听见了吧 听见了 谢谢啊 小刘 好 我说她男朋友 那不吃 那不吃 行行行行行 不是 让我进去 不 您要是再这样 我就抱歉 喂 婆婆 这是王剑谱啊 阿琴怎么能这样对我呀 她连酒店的大门 人都不让我进 还让一保安盯着我 您说她多狠心呀 婆婆 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喜欢她 您说我当她的年纪 为什么不接规啊 我没有合适的 老天爷 都让我等她 您听见了吗 婆婆 你等我娶了她 我会好好对她的 还有您 婆婆 我像伺候我妈一样伺候您 您听见了吗 妈 听见了吗 妈 对了 妈 我让您劝她 您劝了吗 妈 妈 这可怎么好啊 忽意麻烦 什么事啊 我继续 您的这儿 赵郁 您的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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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您的虚犯 我心里就想偷着哭 得了吧 口是心非 你啊 这叫饱汉子不吃饿汉子鸡 我跟你说吧 这女人啊 就算是碰到再讨厌的男人 都希望她切而不舍地追求 做这也是了 那是你不是我 谢了 走了啊 走了啊 利用完我你就想走啊 还想干吗呀 趁我吃饭 你买的 来 请 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再加两勺半礼吧 你喝杯咖啡 你喝杯咖啡 你好 二位点点什么 老规矩 一杯白开水 不 两杯白开水 好吧 请 等一下 等一下 要两份你们这儿最贵的牛扒 七分熟 香煎饮血鱼一份 水果沙拉 蔬菜沙拉各一份 要瓶红酒 最贵的 我们这有拉费您需要吗 需要 八七年的八千九百元 可以吗 可以 请稍等 你不是想跟我谈恋爱吗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还好吗 嗯 回来啦 你吃饭了吗 来过了 黄念佛找过你吗 找过了 我们俩一起吃的饭 你想通了 现在不是我想通不想通的问题 是他要回去了 想通了才行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告诉你 那告诉我吧 我买单的时候他脸都白了 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估计这回他肯定是放弃了 我马阿琴 一瓶酒就要花他两个月的工资 他养得起我吗 我妈 放弃罪考 男人有钱没钱不重要 小气是要了女人的命的 不过我提醒你啊 你们还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千万别让桃子参与 我又没让桃子参与 你的剧本写得怎么样了 一稿已经写完了 现在已经有投资方准备拍摄了 电影剧啊 电影啊 有没有我妈合适的角色啊 没有 给他写一个呗 边边角角的 我最讨厌专门为某个演员写戏了 以前就有投资方 总望组里塞演员 我都是拒绝的 跟我合作的导演也知道我的脾气 你从来不塞人 你觉得我会为你妈专门写戏吗 什么了不起的 跟咱爸一个样 所以咱爸才让我敬重 怎么了 彭彭自己家人怎么了 咱妈 那也不是一般人 在人群中 那也是很有特色的 我告诉你 只有你能把咱妈写得最生动 因为你最了解她 我敢保证你写的咱妈 让咱妈演 在你的戏里面 肯定最出彩 肯定比那些所有什么大腕演员 都要出彩 只有你能写出她的神韵 她也能演出你写的神韵来 算了算了你不用想了 就只当我没说 你要有什么合适的机会 就给我妈推荐一下嘛 演员嘛 不就想演个戏吗 这个电影 我倒是想用一下桃子 我以为你说这个电影 有我妈合适的角色呢 桃子 你就别想了 为什么 我不想让她干这个 没有外面传得那么恐怖 我也没说恐怖 反正我不想让她干这个 名利场女孩子太辛苦 有我在的她辛苦什么 反正不行 那你想让她将来干什么呢 你倒是可以培养桃子写作 不 不行 坚决不能让她干这个 头发都快掉光了 这活儿熬得可是新鲜 我可舍不得咱们家桃子干这个 水灵灵的那个大姑娘 没过两年熬老了 天哪 我们俩的谈话就是风马牛 我想让咱妈演你的戏 你坚决不同意 你却让桃子演你的戏 我坚决不同意 我想让桃子跟着你写作 你坚决不同意 所以我们俩的谈话就是风马牛 也许你写的电影也是风马牛 我妈不演也就不演了 不演了